欢迎收听我们的查经节目 今天我们要阅读一篇短文 主题是 神给我们另一个绝对无误的确据 证明信徒将在2011年5月21日被提 这篇文章给我们更多来自圣经的证据 证明审判日将是2011年5月21日 神给我们另一个绝对无误的确据 证明信徒将在2011年5月21日被提 神因着他宏大的怜悯 给了我们一个奇妙的确据 证明2011年就是信徒被提 同时是审判日开始与世界终结的年份 记得在彼得后书三章八节的前后文都指出 挪亚洪水的日子也正是指向着世界毁灭的末日 神说 亲爱的弟兄啊 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 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 千年如一日 几年前我们从圣经得知 洪水发生在公元前4990年 最近我们又学习到审判日将发生在公元2011年 公元2011年刚好就是公元前4990年之后的第七千年 神曾在洪水发生前指示 洪水将在七天后发生 引用彼得后书三章八节说 一日如千年这段话 神借着传到挪亚来宣告 人类有七天或者七千年来逃离毁灭 由于公元2011年正好就是挪亚警告世人之后的整整七千年 神借此给了人类一个奇妙的证据 证明审判日将发生在2011年 神反复阐明 一日如千年 使我们更加确定这是神所命定的 且他很快就要再来成就这事 另一个证据 神因着他的怜悯 给了我们另一个惊人的证明 简述如下 根据目前我们使用的现代年历表 我们晓得耶稣订十字架的确切日期 是公元33年4月1日 公元33年4月1日 是唯一符合圣经里所有要求 刚好在星期五的逾越节 基督受难的正确日期 我们也已经知道审判日的头一天 红十也是信徒将被提的日子 那就是2011年5月21日 然而 我们发现从公元33年4月1日 到2011年5月21日之间 正好是722500天 这个事实给了我们另一个确据 证明2011年5月21日 绝对就是信徒被提 以及审判日开始的那一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